我真的已经三年没有搭过飞机了 我今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旅游 就是我们广东的汕头 所以今天特意坐飞机去站架旅游一下 看一下的 我今天要去的是 腾冲 边境第一城 腾冲啊 由于太久没有搭飞机了 我都忘记怎么直击了 然后到最后才剩下 安全出口的位置给我们 长腿的人 就一定要学安全出口的位置 腿在这 1米5的大长腿 我全身就1米57 到腾冲就特地换了一套 符合当地的衣服 我想说这好晒啊 从忙室坐了个车 我黑了这么多 为什么 我好黑 今天是第一天 我订了五天行程里面 最贵的一家酒店 大家都知道腾冲最出名的是什么 大救驾 是温泉啊 一天到晚吃吃吃 腾冲有88处温泉 因为这里地热非常的发达 所以来腾冲一定要泡温泉 将近4000块钱的悬崖温泉酒店 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体验 里面是套房 三个人的我们是住 这门口看起来就很普通 这真的很民宿 这三千多 有多漂亮 我们就在悬崖的对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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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太漂亮了 哇 哇 哇 就朋友们咱们就是说 三千多的套房确实就是有它的价值的好吗 因为外面的泡池要加500块 所以我们还在房间里泡吧 哇 好滑啊 就是我现在泡的是真正的腾冲火山温泉 滑溜溜的 富含着矿物质 我后面是悬崖 那边是整个温泉小镇 然后那边就是蓝天白雲 加一层一层的山脉 那里还能看到梯田 真舒服 我发现这个厕所 对于三个人住的真的不太友好啊 这也太尴尬了吧 这个好容易看到里面的 像马桶啊 这我怎么拉屎啊 我现在就在这个腾冲的火山热海风景区里面 来的时候司机师傅跟我们说 腾冲的天气 每一天天都是蔚蓝的 但为什么今天是多云呢 来考地理知识了啊 火山热海风景区 它这个地方呢 是在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的交界 所以他们会挤压 所以他们会挤压 这里是99处火山 88处全眼 随处可以看到这种热气腾腾的全眼 喂 你有没有闻到硫磺的味道啊 哇 好酷啊 这边我们快点下去看看 哇 这种叫气泉啊 它就好像那种喷泉一样 全眼里面喷出来 有没有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仙气 空气中你会闻到一股淡淡的硫磺味 有一点点下水到 几万年前火山爆发之后 慢慢慢慢形成的这种地貌 到现在完全是天然形成的 这里山顶还有一个热海大滚锅 那里的水是最热的 可以煮鸡蛋的 这个人已经生三胎了 还在这里看这个怀太镜 你看这小伙都认识了 你看这小伙就虔诚 虔诚 你看完了以后你绝对咱还给双宝胎 你俩眼都看了 快点上去大滚锅吧 怎么急了 年轻人真的缺乏锻炼 我刚一路过来 一路被大妈玩到超车 在我努力保持呼吸的时候 那些大妈 哎呀这个叫什么怀太拳啊 我一个要生两儿子 我给你拍下来了 你大妈还是你大妈 热海大滚锅 这个水多少度啊 姐姐 96度 这个水装来干嘛的呀 泡脚的 泡脚的 我也要泡 我买了一串生的鸡蛋 直接放到那个蒸锅里面 完全用热海大滚锅的地热 把它煮熟的 不行 这好难操作 哦 我知道了 可以这样 这个是我的 又数第四串 来泡脚的话呢 它会给你一桶已经晾凉过的水 然后再给你一桶 完全是从那个热海大滚锅那里 咬过来的水 它的水滑溜溜的耶 真的滑溜溜的耶 是不是放了沐浴露一样的感觉 哼 好舒服哦 这个泡完以后 皮肤应该也会滑溜溜的吧 我怎么说也是养生少能手 百分之一百温全大 吃起来的话 就是跟普通煮鸡蛋是一样味道的 就这个体验感很强 这如果用我妈的涂加农鸡蛋煮 肯定会很香 很好吃 做一个美食主播 来云南当然要吃好的啦 我们要找就找云南 当地人都说相当好吃的云南米线 就是这家了 现在其实已经是两点钟了 然后还很多人在里面吃 里济丝防卫 想看看你们吃啥 耳丝 耳丝跟米线有啥不一样 做工艺不一样 工艺不一样 工艺不一样 你们吃的是啥 我也点这个 清汤耳丝 清汤 你这是清汤 清汤对 你这是清汤 广东人迷惑 耳丝米线面条 好多的调味料 这都是加到耳丝里头的 花椒油 刚刚那个师傅跟我说一定要加 他说很地道 他说云南的米线为什么比外面好吃这么多 就是因为有花椒油 这是拿鸡汤煮的耳丝 同骨加鸡汤 对 怪不得那么好吃 耳丝的灵魂就是它的调料 辣椒酱油 对了 还有椰菜 这个咸菜也是 很好吃的味道 它是酸辣底的 很丰富的口感 好有韧气 腾虫特有的调料 藤椒油 真的贼香 这么大一碗 25块钱 这个就是趴肉 趴耳朵 就是软软的肉 来腾虫一定要吃耳丝 你就要吃耳丝 它其实跟我们平常吃的米粉 广东那种细米粉有一点点类似 它有很浓的米香味 但是它是有韧气的 它是煮熟的饭 然后 叮叮叮叮叮叮叮 然后再切成丝 所以它的口感就是很好